相铺是一项只看实力不分体重级别的格斗项目 而它是当今日本相铺最小只的力士 身高不到1米7 却能长长离小拨大 甚至干翻史上最强横钢 在这个对撞威力康比卡车 平均300斤的世界里 每一位力士对它来说都是遮天蔽日大伤 然后它却能打爆228人冲进最强42人名当中 盐鹏幻身高1米67体重99公斤 生涯战绩228升216百 最高等级前头4 最当今最矮小的力士 盐鹏幻从开始相铺那天起 就意味着选择地狱模式 仰在面对每一个比较大两三倍的对手 盐鹏可以说把四两拨千斤的艺术研发到了极致 每一次对撞后总能靠着更低的重心和更快的速度 借力打力把对手推出头表 而它那极度顽强的意志 也是它在相铺界有一席之地的原因 大部分时候 盐鹏细小的手臂都会被对手强力掰弯扭曲 而在每一次快要被折断的前一刻 它都能力挽狂澜反杀成功 而盐鹏生涯最高观的三场 以小博大之战 第一场就是今年一跃场所对战1米83 比盐鹏中了128技能力武藏 双方的对峙时已经能明显感觉到体型差距 而这场对决也将会展现盐鹏最不屈的意志 双方对撞武藏把盐鹏的头压低 抓住断头台 盐鹏解脱后武藏马上夹住他左手往外凹成球十度 而盐鹏居然无视断手 危险调整身会抓住兜带 然后潜压深埋武藏白马 瞬间转身现力把武藏顺势推出图表 胜利后的盐鹏 只是大人的看着地上的武藏 享受现场观众的欢呼 而他轻轻甩手的动作 已经能说明他作为只有一米六七立四 需要在这个图表承受多大的困难 第二次是这场师徒之战 对战他的师父 时尚最强千胜横钢 白盆响 时间回到2020年2月巡回表演赛 尽管没有太多胜负的意义 但这是盐鹏出道三年 生涯唯一在公开场合与横钢对决的机会 而对决开始后 白盆似乎就放弃了最强冲撞 白盆有300种打倒他的方式 但他只是用手顶住盐鹏的头部 斗小孩一般等他出招 白盆是想给盐鹏更多表现的机会 我也从来没有见过图表上如此温柔的白盆 但两人接近40厘米身高差距和高出两个维度的10厘 并没有让盐鹏气了 他拨开头顶的手前冲抓住白盆都带风光回旋 然后在空中划出完美弧形 这场胜利可能没有太多含金量 但表达了白盆对盐鹏的无限期待 同时也完美重现了动漫火之王相铺里 身高1米5的主角打败现意横杠的剧情 尽管之后的盐鹏战绩逐渐下滑 等级掉出木内最强42人 但不要忘了在盐鹏的生涯 从没遇过比他矮的对手 没有人能想象到他经历了多少次撞击和跌倒 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好了这也是巨路格斗 格斗感想给你很悠扬